Hello, 大家好, 印令月Johnson 今天是2021年11月4日 今集最主要要和大家讲下 倒收和后市的问题 也简单总结一下博彩法修订咨询 先讲一下倒收方面 博监局11月1日公布了 受到9月底10月初 澳门发生了小规模疫情 防疫措施加码 珠海那边半封关了澳门 令到10月份的倒收又创下今年的新低 10月份的博彩无收入只有43.65亿 44亿都不够 而今年一到10月的博彩无收入 总共只有721.52亿 虽然按年升了57.3% 但与特区政府去年底 在施政报告预测2021年博彩无收入有1300亿 这个预算似乎有很大的距离 预下两个月 11月和12月要达到1300亿 这个预期 相信是机会击微的一件事 至于后市 业界其实都有些同景 因为根据旅游局公布 入境澳门的旅客量近日有所回升 上个月周末 即10月29、30日 单日旅客量重上3万人水平 数字都是比较理想 这是第一 第二 就是因为11月和12月 传统上来说是澳门 比较活动多的月份 将会有大赛车 酒店、光影节、美食节等等 亦有比较大型的会展举行 预期吸引客人 而酒店业界亦比较乐观 有信心酒店的入住率可以去到疫前的七八成左右 另外有券商表示 除了10月19日澳门和珠海的关通关措施松了之后 澳门的博彩无收入就立即反弹 在10月底最后一周 日坤的博彩无收入已经反弹到2.4、2.5亿的水平 所以他们预期11月的博彩无收入 将回到七十几亿的水平左右 个人方面我个人都比较审慎 最关键的因素当然是疫情 现阶段疫情依然是反复不定的 看回新闻 昨天内地有单日破白的确诊个案 它的牵涉范围是19.3 虽然无论在人口比例上 或者在960万平方公里面积上 其实百多宗、数十宗比例相当少 但是最核心的一样就是中央现在 仍然在采取清零这个政策 只要有一宗出现 整体要封城、半封城、封区等等 有很多的限制 所以在这么多不确定的因素之下 是很难去很乐观去觉得 十一月十二月一定是没事 尽管现在那十九个省 最主要都可能集中在北方、中部等等 南方的省份似乎就未受到很大的影响 但是不确定性实在太高了 另外一点就是 为什么我一直都觉得澳门未来一段日子的经济 觉得艰难呢 说来说去都这些 因为无论是中国环球的经济结构 甚至澳门 其实因为今次的疫情 已经作了很大的调整 其实有很多已经是伤及到筋骨 可能在澳门的媒体会比较少看 大家如果看回香港媒体 或者世界上其他媒体 大家知道中国内地的经济 现在面对着都很多困难 例如大力加强了打击个别的行业 其实都不是个别 有科技界、教培界等等 另外大规模的停电 大宗商品的价格 食物、食品、粮油价格 亦都大幅飙升 其实这些种种因素都预示了内地的经济 其实是面对了一个很困难的时期 所以说就算当疫情真的全世界都缓和了 但是中国的经济其实都出现了很大的问题 就是说企业有问题 个人 就是每一个人 他们自己对工作的信心 对未来的信心 亦都受到相当大的影响 对未来的经济 不是那么有信心的情况之下 现阶段去使用钱 肯定是肯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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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所以就算没有了疫情 通关完全便利也好 他们出油的意欲 或者就算出油也好 他们的购买力 购买的意欲都会下降 这个其实对博彩旅游为主的澳门 对内地市场高度依赖的澳门经济 澳门的博彩业来说 是一个很沉重的打击 不会因为疫情的消失 而立即有一个V型反弹 我说了很多次 这些强调的一点 不是说要黑任何的经济 或者要唱衰任何的经济 而是我们真的要实事求是 说清楚给社会 在这个时刻我们不能太过乐观 否则我们会作出一些错误的判断 无论是你个人的生意 个人的前程 个人的投资 甚至是你份工也好 所以一定要 我说实话实说 内地的经济出了问题 内地对博彩业的监管 加强管制资金外图 对国人出外 限制越来越多 越来越严格 这是国策 不会在短期之内改变 这些以上因素 对澳门来说 都是一个很负面的打击 所以你说很难去乐观 审慎一些 小心就洗得万年说 另外市场上 亦有一种说法 他们认为 中央政府一定会坚守清明这个政策 会坚持到 明年2月份 在北京举行的冬季奥运会 结束之后 他们才会调整清明政策 因为现在对中央来说 北京冬季奥林匹运动会 是头等大事 一定要扮得好好看 看风风刚刚 所以他们不容许任何差错 疫情就是他们的头号敌人 所以现在一定以最严格的措施 去防控着疫情 所以在北京冬季奥运会 未举行之前 所有的措施一定是最严格的 过了之后 才有机会会检讨 或者改变 调整清明政策 以上这种看法 我都是比较认同的 就是说 在11月到明年2月底 在3月的时候 通关措施一样会感染 一旦都不会容忍 如此的情况之下 你说对后市很乐观 我真的不敢说这些说话 至于那个博彩发修订的公开咨询 我个人来说 总体而言 我一般收货 当然从不同的角度 我们看回可能有不同的反应 首先我们会看回 为期45日博彩发修订的公开咨询 我觉得期亦是比较短 而且中间撞了两波的疫情 社会讨论的焦点 下去疫情、封关、经济方面 其实对博彩发讨论的热度 就不是那么足够 结果在临结束之前 都连续搞了八场 叫做完成任务 但总括来说 我觉得社会讨论的热度不够 客观来说 你说博彩发的公开咨询内容 总体的方向上来说 我相信社会都会认同 我个人都认同 总体的方向就是 澳门要加强对博彩业的监管 令到博彩业更加健康地发展 我们要推动博企 负起更加多的社会责任 我们要推动博企 对澳门 经济色度多元方面 要加多些力度 这些方向 社会都认同 我个人都认同 关键的就是 政府监管还监管 我们不能插手 插得太多 这个其实我一直都坚持下去 因为始终博彩 它不跟其他公共事业等等 它是一个高度竞争的私人市场 政府管得太多 其实并不适宜 很容易会衍生到一个 外行人管内行人 结果 我之前也说过 很容易攬炒 攬炒了澳门的博彩业 就等于攬炒了澳门的未来 这个文本里面有九大方向 希望社会给予意见 其实争议不算特别多 最主要有三个大的争议 但这三个争议相关键 第一个争议就是 倒牌的数目 第二个就是 博企利润的分配之前 一定要经过特区政府批准 第三个争议就是 政府会派政府代表 入博企入面加强监管 直接监管 详程我又不展开 因为之前的影片都讲过 特区政府在今次的咨询 犯下了两个最主要的错误 第一个就是咨询文本过于简单 背景资料严重不足 包括修法的研究等等 而具体缺乏了内容就是 政府对现况的数据分析 博企业具体面对什么问题 政府修法的原意 和政府对未来博企业的定位 未来发展的计划等等 缺乏了以上的资料 一般的居民是很难给予意见 另一个问题就是 特区政府在今次整个咨询中 对关键几个大争议都没有很清楚回应 现在三政三负六个 将来不会有副牌 一定全部都是正牌 这个社会也是认同的 至于将来会是多少个牌 政府就没有很确切 讲清楚 所以大家都不知道 特区政府是上点 只是抛出一些比较虚的字眼 我们要控制一定的规模 不可以无序地扩张 我们要重质多于重量 各方面有不同的解读 当然 社会是不知道 特区政府是上点的 很多的移民 而官方 不但在背景资料有没有提供 建议派政府代表进去博企 正是说 现在已经一直都在做这些事情 其他政府股份的公司 公营的公司 或者公共服务公司 已经有相关的安排 并不是新的事物 就轻轻大过了 但是 正如我之前的影片都讲过 博彩市场 和你现在的公营公司 公共资本的公司 或者公共服务的公司 是两回事 不可以直接套下去 否则就会出现很大的问题 但是特区政府官员 都没有很直接很清晰地回应这一点 更甚者 在咨询会台上的官员 都只不过是 讀一次 咨询文本内的内容 这些咨询的含金量就比较低 我一直都强调 所谓的公众资讯 并不是政府做了一个咨询文本出来 社会去给意见 他就去听意见 抹下它 回去研究 接着出个咨询准结报告 并不是这么简单 背后应该有很多的资料提供 这样社会知道 特区政府想怎样 现况是怎样 特区政府为什么会有这些建议出来 这样才可以去给意见 这次明显前期的工作做得不足 文本就过于简单 咨询期政府不是说 只听意见就OK 应该要跟居民是有所互动的 趁这些咨询会或者传媒去拨咪 即是去採访的时候 去说明去澄清文本 一些内容 去解释社会的质疑 疑问问题 社会和官员和特区政府 或者持份者 大家会有一个比较坦诚的交流 大家去Bangstorm 不要说到Bangstorm 起码大家都知道大家想怎样 然后去尋求共识 这个才是一个 比较含金量高一点的资讯 并不是现在的一种单向 又好像 是有少少是躁躁收场 持份者 除了社会之外 当然是博企 博企的态度如何呢 简单几句话都说完 六大博企 无论从公开的表态 或者从私下的了解 他们是有意角逐 下一轮的赌牌公开镜头 人在屋线下 哪有不低头呢 现阶段他们最重要 保住重新镜头之后的赌牌 所以特区政府现在 说什么他们都会支持 赞成 认同 一定是这样的 赌牌至上 至于私底下 他们对文本有什么意见呢 我相信 要等他们去交咨询意见的时候 如果他公开的话 我相信大家会提提清楚 到底博企他们真正的上点 但公开来说 博企一定是支持 举腳支持 因为赌牌是他们现在最关心的一件事 至于政府 我觉得他们 今次应该达到了他们咨询的目的 正如我之前的片子已经说了 特区政府 对赌牌这件事 会采取一个 拖字决要强调的一件事 现阶段 在这个moment 这么多不确定的因素之下 拖对澳门而言 未必是一件坏事 赌牌在明年六月二十二号 六个赌牌 就会割满了 现在已经是十一月了 你说 在八个月之内 特区政府要完成公众咨询的总结报告 然后开始草以法案 经行政会 他们给意见 没问题了 然后特首签名送到立法会里面 进行一般性和细极性的审议通过 成为了真正的法律之后 特区政府就开始要进行一个重新招标的程序 包括要公开的标书 等人交标书 收了标书之后 进行一个评标的程序 其实 所有的事件 加起来 没有可能在明年六月二十二号之前 一直完成 是很迫紧的情况下 勉强特区政府 或者勉强博企要交标书 现阶段为澳门未来的博彩业发展 或者澳门未来的经济发展 要下一个判断 要下一个方向 我觉得似乎有些困难 草草已落的决定 对澳门来说未必是一件好事 加上现在 大家知道澳门的博彩 不单止是澳门 最后的话语权肯定是中央的 而中央决定澳门博彩的前途 他们要考虑很多因素 除了澳门的因素之外 当然 国际政治经济的因素 是他们最关注的一件事 特别是中美关系 尽管澳门肯定是中美角力的 其中一张牌 我觉得澳门这张牌的尺寸不是很大 但始终都是中美角力的其中一张牌 中央也会考虑 加上疫情一些不确定的因素等等 所以我之前的影片都说过 特区政府对赌牌 对博彩这件事 会采取一个拖截决 中央我相信也会等待一些最新的进展 也未必会草草地落一个决定 所以大家都一个拖 这次咨询 其实雷声带雨怎么少 草草了事 拖拖拖拖拖 在特区政府来说 似乎都可以接受 因为公众讨论的熱度不高 说一说一说 可以再拖一段时间 或者事实上要考虑的因素实在太多了 而更加重要的一点就是 有很多事情 其实真的不是澳门可以说到事 都是要静观其变 我预计未来 关于博彩相关的议题 会静一些 所以处于一个风派的状态 为什么呢 因为11月中 特首将会去立法会 去发表明年度的施政报告 社会的焦点 也会落到一些慰民措施 短期的振兴经济措施 扶持中小企等等的议题 对比较敏感和长期的博彩 我相信会比较淡一些 这个问题终归要解决 但是我始终也觉得 解决是要找到一个适当的时机 现在这么多不确定的因素之下 如果某某言是你一刻 或者明年年头 真的要为澳门的博彩定调 我觉得都是有少少闯存一些 当然了 我涂都提醒的 都说笑他这么说 如果用正常的逻辑 正常的习惯来说 要在大概八个月之内 要做完我刚才所说的那些 立法公开招标投标评标的程序 基本上机会性不大 但是要做都做到的 只要特区政府一声令下 立法会一定是全面配合的 要通过它 用什么容易 要公开镜头 用什么容易 即是六大博企 随时都ready 他们一次过 要做完都并非不可能的一件事 尽管按正常程序应该是不行的 但是我始终觉得 在这么多不确定的因素之下 要草草地决定澳门博彩业的未来 我觉得不是一件太好的事 所以拖或者等 现阶段对澳门来说 都是一个选择 未必是太差的 这个就是我的基本判断 好了,今天就说到这里 我欢迎大家继续订阅我的频道 给点赞和分享给你的朋友 拜拜